大家好 我是Sophi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谈一下这一棵 这一棵呢 之前呢是一个朋友 送给我的一个植物 他跟我说呢 这个是圣诞蟹角兰 也就是Christmas character 在Christmas的时候呢 他还很小一棵 所以呢 他还没开花 我就最近发现了呢 他 长了一个花苞 在这里 而且呢 开出来的这个花朵呢 不像是 我上网查的那种花朵 而是跟这个 Spring character 的花朵 是一样的 他是 白天开放 晚上 合拢 这种形状的 花朵 现在他还没有全开放 他只是半开放 我 我就在想 这个到底 是不是 圣诞蟹角兰呢 还是我的朋友 他搞错了呢 这样子呢 我们想 我们想证明他是不是 圣诞蟹角兰呢 可以等到圣诞节的时候 就可以 知道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 圣诞蟹角兰呢 圣诞蟹角兰呢 它的叶子 是这样子的 叶子呢 它是 是 这边呢 是 没有 尖出来的 像 感恩续角兰呢 它的 这个叶边上呢 是有一个 尖出来的 所以 这个叶子呢 是 圣诞蟹角兰 而且 它这个叶子呢 跟 Sprue Cacate 也就是 春天的蟹角兰呢 是很像的 但是 它的叶片呢 又比呢 春天的蟹角兰呢 好像 大一点 也就是 复活节蟹角兰 他们也叫 就是Easter Cacate 它的叶子 是很像 Easter Cacate 它的花朵呢 现在开出来的呢 也是很像 Easter Cacate 那么 它到底呢 是 圣诞蟹角兰呢 还是 复活节蟹角兰 复活节蟹角兰 它是春天开放的 但是 据一些朋友说呢 圣诞蟹角兰呢 圣诞蟹角兰呢 在春天的时候呢 也会开放 是否呢 是 圣诞节蟹角兰呢 它春天的时候 开放的花朵呢 就像 春天的蟹角兰一样 是这种 样子的 然后 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它开出来的花朵呢 就会像 感恩蟹角兰那样子呢 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们就可以等到呢 到圣诞节的时候 它是否呢 会开花 如果是到 今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呢 看到它呢 长出来的花朵 是不一样的呢 还是 它的花朵呢 就是这样子的呢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它 是不是呢 圣诞蟹角兰呢 我上这个 Google上面 查了一下 圣诞蟹角兰的花朵呢 应该是跟 感恩蟹角兰的花朵 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看到 它这个花的这个 花朵呢 是像这个 复活节的蟹角兰 所以呢 现在很大的疑问 这一棵到底是 圣诞蟹角兰呢 还是 复活节蟹角兰 也就是春天的蟹角兰 现在还不知道 只有等到圣诞节的时候 如果它再开花 到了时候才可以 知道它到底是 什么样的蟹角兰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关注点赞 并欢迎转发